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牧总 林总大半夜找黑社会人害我 也不会失忆了吧 乔安 我父亲应该是被你气的 要不是你说话那么难听 我父亲也不至于住院 这是他找人害我的理由吗 我客观地表达 怎么就成了说话难听呢 就这么听不得大实话吗 跟你说 明镇哥哥 我父亲确实有错在先 但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恋人多口杂 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啊 明镇哥哥 你就看在我救过你一次的份上 你就帮帮我的父亲吧 凌若寒 我夸你一两句 你还眼上眼睛是吧 你搞搞清楚 是你父亲找黑社会的人害我 人证物证俱灾 我没送他进局子 已经是人之一境了 怎么 你们还敢使静灯鼻子上脸 你胡搅蛮臣你妈口谎言 怎么来来回回还是这两句啊 九年义务教育 你就学会了这么两个成语 真是学废 废物的废知道怎么写吗 你 行了 既然你们两个都有凑菜签 就不要记酒 这林总去了工地工作 也算是重操旧业 总比把晚安插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墙一百倍 可是 可是我父亲他身体吃不消啊 莫总 最近的方案放您桌上了 你有时间记得看 来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今天吗 怎么 晚上一起吃个饭 可能不行 宣泽约了我看电影 这恋爱坛子 连工作都不好好看 莫总 我已经带队加班一个星期了 是谁上次跟我说 不让我加班 等一下 云诚哥哥 我也要加入游乐场项目 既然这项目的负责人 是 乔总 那就交给乔总决定吧 但太好了 我正确认上